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被困在这张床里面了 救命啊 放我出去啊 哈喽 小伙伴们你们好啊 我是阿阳 阿阳在这里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还记得你写作业的时候 是从哪个课目开始写的吗 在视频下方评论告诉阿阳吧 大家好 我是先知 大家好 我是英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 和我们那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 什么小秘密 我怎么不知道 想知道吗 不想 想知道也不是不可以 我平时用你偷窥别人的时候啊 你真的以为我是想保护他吗 那你是 我真的只是在 偷窥他而已了 呀 这么我之为的事情 居然直接说出来了 我 我喜欢 嘿嘿 来 再看看别人在干什么 来了老弟 呀 这张大脸太吓人了 小丑开车过来了 你放心 在这种地方 开车不出意外就出玩意 你这是看不起我的开车技术 哎呀 被他听到了 我可是这最专业的老司机 无论是直线 转弯 找车 我都能完美通过 怎么可能会出意外呢 哎呦 你这是醉驾吧 想想自己正在流泪的亲人 什么 你要亲我 这个小丑的脑袋已经被砸坏了 再和他在一起 我们也会变成奇怪的人的 你还是快点甩开他吧 哎呀 完了 这个位置我躲不掉 应就靠你了 终于要到我出场了吗 有问题 就包在我身上 保证你平安无事 啊 这叫哪门子的平安无事啊 这也不能怪我啊 是你自己没抛照吗 哎呀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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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硬了你 我原谅你了 现在找责任已经没有用了 接下来就只能靠队友来救我了 哎 祭司放了个井盖 漂亮 成功把井盖挡了一下 保护了我的退路 谢谢 不客气 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被困在这张床里面了 救命啊 放我出去啊 嘿嘿 跑不了了吧 祭司呢 再来开个井盖啊 哦 开了 哎呀 可是还是出不去啊 哎呀 完了 就这样死了 感觉好不甘心啊 明明我还可以接着 溜小丑的